好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呢 我们很多的这个高点呢 特别是股指 它没有这么完美的二次测试 以及上冲回落 它很多时候比如这个位置 它要么就横着 比如说要么它两个高点是一致的 这个二次测试回抽 就是说它不会过高点 它也没有一个次地点 它直接下来了 就是走一个标准的M头 就是两个是一个同一个高点 还有呢 比如这一次 因为突发性消息 它根本就没有来得及 给你走一个二次测试 一直到这个位置才有个二次测试 所以它每个情况它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一波上涨涨涨涨 我们来看涨到高点 它是怎么下来的呢 它首先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初次供应是吧 量非常大 然后砸得非常急 砸完了之后一个跳空高开 好像这个根本 它又要强势上去一样 它其实这个就是抢购高超 抢购高超完了之后 我们等待它二次测试出来 但是它没有出来 它这个回抽直接又破高点 又来了一个上冲 上冲完马上回落 那么它这个地方有个上冲回落 上冲回落这个地方是做出来的 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上冲回落 所以呢一旦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种长期上涨上涨和它和下跌是一样的 长期上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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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小平台 小平台一旦突破 这个看起来很好 但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小平台一旦突破就要密切关注这个突破 是否被回调 如果突破被回调 然后在这个位置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 它又守不住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位置是支撑压力互换的位置 是吧 突破回调 然后你看守不住再来 那么这些位置就是一些 就非常危险的位置了 那么基本上就是变盘的位置 所以这些核心的位置 同样我们下跌也是跌跌跌 跌到这个位置 一个小平台跌破 那么就一定要看它是否继续跌 如果跌破马上回抽起来再往上 那么这个地方你看就形成和这个反过来的相当于是 这个就是一个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头肩结构 或者是我们说的破底翻也好 它这个也是头肩结构 头肩结构破顶翻 所以这些位置就是一些非常好的开空的位置 好 但是不是每个都是有这样子 大家后面看 它每一个高点 你看它的好多的二次测试走到不是那么 走了你比如这个位置 二次测试在哪出来的 在这出来的 比如这个位置 它的二次测试是在这出来的 那么但是至少说你最好等到二次测试出来 再去开空 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只不过它有的你看二次测试它很远 那么你就会就是很难做 这个时候也止损止疑都很难做 像这个二次测试出来 还有一个M头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比较好做一点 所以这些概念它不是每个都必须要有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是每个都必须要有 我们再看看A股 大家看A股也是这样子的 你看A股每一波暴跌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它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完美 你看比如这一波 一直涨涨涨是吧 涨涨涨 然后呢 这是最高点 那么它的次测试哪收出来了 它的二次测试次测试点 但是你在这里做空啊 就已经亏了一大截了 所以呢 在这个位置实际上30分钟60分钟 比如这个位置里面啊 把它打开日线打开 30分钟60分钟 这个日线级别的M头 我相信里面 如果你是找60分钟的结构 它或者是一小时 或者是15分钟结构 它会有一些清晰的 更清晰的结构啊 如果单看日线 其实还不那么好掌握 好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15分钟 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15分钟啊 比如说15分钟这一波啊 我们来看 它每一波拉上去啊 每一波拉上去之后 我们就要找一个二次测试点 高点高点 这个地方好线 前面的高点过不了了 是吧 那么这个位置就有可能 会形成一个二次测试啊 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个缺口 那就更要注意了啊 我们说过缺口 在关键位置的缺口 什么形态跌破位置的缺口 二次测试的缺口 还有一些 我们说M头啊 或者是三角形啊 这种缺口 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呃 倒性翻转的缺口啊 反正关键位置的关键缺口 一定要引起注意 那么结果呢 它在这个位置的缺口产生的缺口 那么这个测试就成功了 结果就一路就下来了 每一波高点 其实你看 比如说你看这些点啊 我们来看一路上看 高点高点高点 哎 这个地方次低点 是吧 次高点 那么这个次高点 我们就可以看成 有可能会形成测试 只要他不突破这个 那么他有可能就会形成 一波一波的趋势啊 所以大家看15分钟 就看得更更快一点啊 比如这个位置也是 是吧 低点 高点高点高点 哎 这个地方高点不过了 而且产生的缺口 缺口不过 两次不过再往下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二次测试 二次测试的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位置就下来了啊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方式 来来分析它 那比如这一波上涨啊 从底部一直涨 涨涨 一直涨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这 我们来看 我们把分析这一波 一直涨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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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位置 你看就高点就过了 就突破了 突破之后回抽 走了一段时间 但是只要再次突破了 那我们就再继续来 高点 次高点 但是这个地方走形态啊 形态这个地方是走形态啊 然后呢 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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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地方不过了 是吧 这个地方一个形态不过了 那么这个位置 那么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二次测试点啊 结果形态一跌破这个形态 再回抽再来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做空的位置 这边也是一个可以做空的位置 因为骨子可以做空嘛 啊 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些方式来 然后当然这个在配合前面的压力位 是吧 啊 前面压力位 其实有些时候就在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测试 而他的 比如他这个地方 他既没有什么上冲回落啊 他就只有一个二次测试 所以说上冲回落是很少的 在股票里面 他倒是有 因为他经常人为控制 股指是比较少的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股票 他从底部8块2一直涨 是吧 一直涨到最后39块了 呃 4832就涨4倍了 啊 这一波一波的涨上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 呃 高点 高点被突破 高点 高点 那么这些高点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他不过了 就有可能会行这二次测试 是吧 我们就要看啊 就看他会不会再跌破 那么结果呢 虽然有二次测试 但是他又突破了 他只要又突破了 就是继续继续趋势向上 突破 好 一直到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个超级巨量 所以这个位置有个超级巨量 他就有可能啊 出现初次供应 但是初次供应完了之后 他继续往上涨 那么我们就 他就不是初次供应了 啊 他这个位置来 他又来一根放量的一根巨阳线 是吧 那么这个位置 一根放量的巨阳线 我们说他可能机构又在出逃了 那么我们就看什么呀 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一个高点了 但是我们就要看 他会不会走出二次测试出来 结果呢 没有走出二次测试 继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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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么我们就就知道了 他这个票 他会继续向上啊 然后一直到这个位置 大家看 又是巨量放出来了 巨量放出来了啊 那么这个位置 你看一个小十字星 放了这么大的量 那么我们肯定是有问题的 然后又涨了四倍 那么这种巨量的位置 就是最有问题的位置了 但是他的二次测试在哪 他就直接给打跌停 打了一个跌停 回抽的位置 不过 他的二次测试 是到这儿才出来的 相当于他的二次测试 二次测试 是跌破 回抽再来 那么就是哪个点 就相当于是这个点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点 这是高点 是吧 这是二次测试的点 他跌破 跌破回抽再来 这个位置是二次测试的一个点 比如说这个票 他从底部启动 4块5毛7 一直涨到8块1毛9 那么我们看高点 是吧 高点突破 一直到这儿 一个高点 这个高点走完呢 是不是行情就一定结束呢 那么没有 他等到他回抽 你看这个位置 回抽才结束 也就是说 这个位置是他的一个最高点 这个位置是他的二次测试 但是后面的什么上冲回路啊 这些他都不存在了 所以说很多票 他就有一个二次测试完成之后 他就彻底下去了 特别是前面的压力位 还有就是翻倍的位置 这些位置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再举个例子 总之呢 就是你遇到一只票实战的时候 他第一步回调 要么先走一半 先不要着急 因为往往他还有一个测试 你看高点 高点 高点 然后 第一个高点走出来之后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有很强的资金出逃 但是出逃完 他又回抽 又破了前高 然后破前高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 大家看 密密麻麻的 小K线 小巨量 小K线巨量 一旦涨不上去 就有问题 那么结果呢 你看 他进了二次测试 这个二次测试 把前高过不了 前高 稍微碰了一下 你看 对 这个地方就有个上冲回落 这个地方 大家看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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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高点是突破的 他高点是突破的 突破了这个高点 突破了这个高点之后 快速的有一个回抽 所以他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 这个上影线 这一根上影线 就是一个标准的上冲回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大家一定要小心 这种票 23块钱 一直涨到了70 已经翻了三倍多了 到了三倍多 这个位置 你看 是不是初次固定出现 大影线往下跌 跌完之后呢 继续往上涨 抢购高潮出现 但是在这个狭窄的区间 狭窄的区间 他就再也涨不上去了 就一直在拉上影线 下影线 是吧 然后这个位置 大家看 实际上这个位置 如果你把它放大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如果你把它放大 你在更小级别的周期 像什么三分钟 五分钟 一分钟 你也会看到上冲回落 就这一根K线 是明显的上冲回落 一根大的阳K线 有个上影线 上冲回落 那么这个上冲回落里面 他这个地方 还有个上冲回落 一个小十字星 这些东西都是上冲回落 这些东西都是上冲回落 好 这几个上冲回落 这几个上冲回落 他就是表明 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当然最后能不能 真的说行情改变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我们说的弱势 下一集要讲的 弱势出现和跌破冰线 这两个一出来 那么基本行情就改变了 所以说 什么初次供应也好 这个二次测试也好 他其实只是一个信号 真正的信号 还是这个弱势出现和跌破冰线 我们下次再讲 好 我们再看看美股 我们举个美股的例子 好 我们就随便找一些例子 好 你看美股也是一样的 这个股票 它是一直在涨 这个西部数据 一直涨 从底部涨涨涨涨涨涨 一直涨到现在 那么涨到现在之后 它就在一个狭窄的 很长的一个区域内 那么这个区域呢 就是有多次派发了 有多次派发 这个地方 初次供应呢 这是二次供应呢 这个地方三次供应呢 反正多次供应 它就多次的 你看吧 明显的 它有这个位置 就有多次的 这个开始跑 这个资金还是出逃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出现了一次什么 上冲亏落 它刚一冲上去 马上回来了 然后第二次 又来上冲回落 那大家这个看得出来 这一次是很强的 上冲回落 它是大阳线 而这一次呢 非常小的十字星 小十字星 那这种组合结构 这种K线组合 往往也是一个 很不好的情况 往往后面就会跌下来 好 所以美股也是这个例子 大家看 这是只美股啊 2块5 一直到11块9 涨了5倍 其实顶部结构 是非常复杂的 到了顶部的时候 大家看 它实际上 做了好多次反复 做了好多次反复 它实际上 每一次 好 好 初次供应完成之后 它马上又有一波 抢购高潮出现 又把高点又突破了 突破完了之后 小平台 你看 这个 我们从这开始 就是一个 一个小级别的 初次供应 初次供应完了 抢购高潮 抢购高潮完了之后呢 小平台突破 再来了一个什么呀 这个冲高回落 因为它冲高 马上就砸下来 这是明显的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完了之后 你以为行情结束了 没有 行情再来了一波 抢购高潮 好像再给你制造了一波 这个票还得继续涨 抢购高潮 直接以缺口的方式 给你跌破 跌破之后 小平台 小平台之后 再往下走 所以它这个 做的非常的复杂 一般的 你只要看到 这么复杂的一些情况 基本上都是开始出货了 它相对于小级别 也做了一些出货结构 而大级别 我们看看 比如说这种很大的 这种级别 它也是做一些出货结构 你看 它很大的级别 它实际上做了一个什么呀 它实际上 就是也是在做一些出货结构 是吧 它也是在做一些出货结构 所以这些 它是做什么 做我们上次讲的 上次我们倒是一轮菱形 是吧 菱形 顶部菱形 就是一个标准的 什么反转形态 所以我们这些 其实都是和 都可以联系起来 好 其他的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看 下一个知识点 因为这个知识点呢 它基本上 其实是比较模糊的 它只是能给我们 提供一个信号 而真正的呢 就是弱势出现 和跌破兵线